伊豆大岛位于东京以南,约100公里的太平洋中,人口约9000,行政区画属于东京都。 注意,不是伊豆半岛,而是伊豆大岛。 这里是川东岗城著名小说《伊豆的五女》中女准宫的故乡,也是午夜兄林真子的故乡。 中摩河内山年临山顺宇军 剪河野山在二分 Evangelion 梁王 杜子 行きました 好可憐 到大岛旅游 从东京可以坐船或坐飞机前往 喷气快船两个多小时就能到 大型客船需要六到八个小时 岛上有公共交通的大岛巴士 虽然租车当然更方便 但是靠公车也完全可行 遠き春を瞼閉じればそこに 愛をくれし君の懐かしき声がする 天好车这边是通往三元山的山口的 是一个很典型的火山口 这边是有两条路 旁边那个黄色的是游步道 所以就是说黄色这条路比较好走 它是这种已经铺好的道路 都是可以到山顶的 然后右边的是粉红色这条路 它可能就会时间会长一些 就是这种 比较原生的道路这种感觉 去的时候就走这条路吧 等回来累的话再走那条路 这种黑色的应该就是火山灰吧 应该就是火山灰形成的 这个路确实是比较难走 都是这种沙子的感觉 大岛这边呢据说是东京 整个 不是东京 整个日本 唯一在地图上被标注为沙漠的地方 在鸟曲大家知道的那个 它只是沙丘 然后唯一全国被标注为沙漠的 就是在大岛的这个地方 这走一走 真的感觉是有在沙漠里行进的感觉 周围只有枯草 一个人也没有 这边有三元市山顶口 停着掌 这边的话就是说 你如果是租那种专门 它可以走沙漠的那种车的话 是可以开进了 停在这儿的 那种车的话稍微贵一点 它这边也是可以租到的 这地方压根没有路 所以不知道该从哪边啥 爬上去 我觉得如果能在这儿放个无人精 的话应该挺不错的 看来无人机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终于快要到了 山顶上的这个风特别大 所以还挺冷的 这边有一个牌子 到火山山口 还有四百米 这边可以开闹 这个白烟 冒的热气 这边就是火山口的展望台 海拔705米 海拔706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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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写得很豪放啊 完全没有人自注视的 然后这边也可以盖一个章 港无旅馆的章 然后有消毒的 这边是当时电影的那个一些剧照 然后63年的是《吉永小百合》 真的很可爱的样子 然后60年也有这个感觉看不太清楚了已经 然后这边是54年的 这应该是《美空云雀》吧 33年最早了是《田中绢代》 都是日本很有名的演员 然后74年这一版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 《三不有何》和《山口百慧》演的 这是当年的《金童玉女》 其实这部电影还真的挺不错的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伊豆的舞女》是川段康城早期的代表作和成名作 曾先后六次被搬上荧幕 作品是以作者19岁时的伊豆之旅为素材而创作的自传题小说 主人公是东京高等学校的年轻学生 独自到伊豆旅行途中遇见了一群巡回卖唱的艺人 队伍中梳着古代发迹背着大鼓的年轻舞女阿勋引起了川岛的注意 优美的舞姿和天真清秀的笑脸让川岛久久不能忘怀 原本漫长的旅行因为有了阿勋的陪伴而不再枯燥和乏味 影片表现了少男少女之间初恋的那种朦胧纯真的情感 温暖中也透露着川岛岛城一贯的忧郁和哀怨 novo灯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这个按钮的话 它就会动起来 可以继续往上走 感觉这种房子挺像是韩国的那种 街的就是在这种都是屋子都是建在这种山坡上 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嗎? 啊 剛剛那個咖啡店店主介紹的這般很好吃的牛肉餅 牛肉餅 味道真的不錯相當好吃 大家來的話記得可以買 現炸的 而且買一個就行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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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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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